欢迎收听 从已开始说 从已开始说 大家好 我是Queenie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崇宜 Charles 老师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重量级的来宾 多重 这个可以说吗 他出了第一本书的时候啊 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潮 就这个词开始非常的流行 对 我们先把来宾介绍出来好了 好啊 那我们欢迎周慕芝心理师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哈喽 慕芝心理师好 你说第一本书你说的是那个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吧 多久以前的书了 好久了 2017 也没有那么久 但是我跟你说 我那天签书会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女生 一个大学生 她过来跟我说 老师我真的从小看你的书长大的 我国二就看了你的情绪勒索 我现在已经大二了 OK 哦 我就说 哦 算一算时间 嗯 好 是的 没错 算是从小没错 因为2024年了嘛 差不多七年了 对 七年 所以就是会经历 国中高中 然后跟大学 然后就觉得天哪 也是到了这个年纪了 所以你知道 后来出书的人都会 因为我们自己也出书嘛 然后都会认为 这个是一个天花板 就是情绪勒索 已经卖到 是一个标杆了 好像25万册吗 还是更多 因为它其实有一半的书 就是因为很多人拿去送了 送给爸妈 还有送给什么前男友全家 真的我有 我有那个读者说 他就买了一箱送给前男友全家 所以那个一定没有读嘛 那已经烧掉啊 撕掉啊 丢掉 所以其实这书里面的流通里面 可能只有不到一半 有一半都烧掉撕掉 然后所以就是 可以到这个数量 然后发在那一台之类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那时候是我们公司 要有那个读书会 然后我同事就分享了这本书 然后我到时候觉得 哇塞他真的有气可嘉 在老板面前讲情绪勒索 超棒的 那还好他当时没有买一箱送给 而且特别都标记给主管 还帮你把那个荧光笔 就是标记来 但是他真的讲这本书 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觉得他非常有勇气 对非常有勇气 你出那本书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人会来 就是来 complain 或者是甚至攻击你说 你怎么可以说 人家是情绪勒索 或者是说你看爸爸妈妈 我其实我遇到好几次 就是很多人也没有看过书 也不理解 这个我们在讲情绪勒索 是什么意思 但是第一个直觉就会说 你怎么可以说 爸爸妈妈都在对孩子 情绪勒索 我们养孩子多辛苦 你们知道吗 是 你会不会有遇过这种言论 超级多 超级多 我连自己在资商的地方 上课的时候 都有老师没有看过书 直接complain这个作者 真的 然后就当着几百个 心里失热状态 然后我心里就 What 然后就有同学在下面留言说 老师作者在现场吗 就很尴尬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我 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理解 原因是因为 我当初在出这本书的时候 我本来就觉得它不会卖很好 我本来觉得它不会卖很好 因为我觉得我触碰到 就逆领了 我其实触碰到很多台湾传统的文化 包含教道啊 包含尊世重道啊 包含我们要尊重权威啊 我们声音要小声一点 我们要理解 要努力的拿我的感受跟心情去满足 跟理解权威在想什么 这其实就是台湾一个很传统的观念嘛 对 那我觉得我今天要去挑战这个东西 就会遇到蛮多 就是大家一定会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 会有很多的愤怒 那那个愤怒 没有人可以诉说一定会找我 比如说我那时候收很多信 就是会有很多父母写信来骂我 说我的孩子因为看了你的书 看了你的影片 然后呢就决定不接家业啦 或是不跟家人一起住啦 然后你这样子破坏人家的家庭 你晚上睡得着吗 我心里想说 哇塞 我好像霍国殃民一要机 那时候真的是每天都会收到非常多的信 然后我那时候 你会不会很沮丧啊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本来还很开心 因为一开始他卖很好 所以大部分都是正向 我后来现在就学会了 就是这就是自媒体的魅力 就是你在一开始到 红到某个程度 还在同温层的时候 大家都是肯定的 然后你红到 又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会都是骂你的 因为非同温层会进来 然后你再红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就会有那个同温层 但是以前不认识你的人 进来听你讲话 所以大概会有13层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经历到 一开始就是先大家都说 很棒啊很棒啊 然后到第二层就开始很多人来骂我 然后骂我的可能不仅只是 就是因为看了这个书 我因为没看这个书 听这个词 然后因为小孩拿这个词去跟他对话 他就生气来骂我的人 然后可能也有包含了心理师里面 也会有些人觉得说 你到底算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出一本这样的书 然后那个词 还是也是以前人家发明的 你怎么可以用人家词 可是这其实很矛盾 因为有非常多心理的书 都是拿过往的理论当来出书 那为什么我的被骂呢 原因就是因为 卖得太好 对 诚实的说就是这样 我以前不敢承认 我现在承认就是因为卖得太好 你卖得不好 基本上说不会有人理你嘛 那后来 其实所以不只是心理师啊 也有一些其他的作者 也有来攻击我 甚至是那种完全跟我不同领域的 我都好意外 就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 就是觉得 我个人的 就是准备好的 那个心理强度跟我的界限 并没有强壮到可以承受这一切 所以我可以理解人家讲说 爆红这件事情 对人的挑战是很大的 我那个时候已经很努力 把书跟我个人分很开 我甚至很努力的跟大家讲说 那是情绪勒索很红哦 不是我很红哦 所以持心勒 刻意要切割一下 对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没这么做的话 我可能撑不住 我没办法消化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 有些人有办法 他的心理素质比较强 他可以趁胜追击 我根本没办法 我只能躲起来 我那个时候觉得 我花了很多力气去躲起来 然后让我自己去消化 在这一个就是铺天盖地的 正品跟负品底下 我怎么面对这件事 但我觉得那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我现在即使再忙 我都不会放弃智商工作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 我有蛮 手上蛮多 就是面对情绪勒索关系的个案 然后我面对情绪勒索关系的个案 他们都不是像 有些人就讲得很轻松哦 我觉得很多都是很明显的是 精神暴力家暴 就是那种可能需要通报的 那种很严重的状态 然后有那种就是可能 被先生家暴的情况 这个东西是他有说可以分享的 就是被先生家暴的情况 然后他想要离婚 爸爸妈妈情绪勒索说 你要是离婚我就死给你看 我们家不能有离婚的女儿 我们家是什么 就是爱红探听啊这一种 然后我在这样子的过程上 或者是有些父母的行动是 小孩必须去申请保护令的 这种程度 然后我自己有意识到 这一些个案 他们跟着我走这一段路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其实忍不住 也有问他们说 你们会不会后悔 当我们开始建立界限 当我们开始跟对方说 你这样对我 我是不会接受的 我会需要你用新的方式对我 如果你不能接受 我们必须暂时的 先不联络 或是你不用正确的方式对待我 我是不会跟你继续互动的 的时候必须面临很多 我觉得那个外在的否定还好 我觉得那个内在的自我否定 那个罪恶感 那个觉得自己不小 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个痛苦 其实最难最难去超越的 然后我问他说 他们觉得后不后悔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个案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一段路真的很辛苦 对 但是 不是因为这样 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过程 现在的我才知道什么是快乐 然后我听他这样讲 我们两个眼泪就一起掉下来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值了啦 然后就拼了 反正就是你们勒索不到 小孩就来勒索我来吧 就是那种感觉 就有一种觉得 好我就觉得有点像是说 老天好像就借着我 去把这个时代的这个创伤 给写了出来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刚好现在这个时代 可以接受这个观念 我如果找十年写 不会有人收嘛 那这个时代 接受这个观念 老天借我写了出来 那我觉得我必然 我会得到一些好处 我也必然要承担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今天 我已经打算打定主意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把那些 大家文化上习以为常 然后觉得很理所当然 但其实是弱势强势的创伤 就是有些强势 把一些创伤 加注在一些弱势上 因为他们的感觉被忽略 如果我的使命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那这些东西写出来 要不造成冲突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要让大家喜欢我 跟我要把真实的东西写出来 我选择哪一个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经历 让我在这个部分上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要做 写真实东西的人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 潜虚勒索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 我还没翻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那本书的时候 我在想 因为我以为是翻译书 因为你刚才说 那个苏珍福尔之前提过 没错没错 后来我才翻了以后 其实我翻了前面一点点章节 我就有很多的触动 因为我发现 那里面的故事非常的贴近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 然后刚刚慕斯说 我其实不见得要讨好所有人 对吗 其实我不知道嘉宇 你知不知道 当我们在录这一集的时候 我们同时有podcast在上 那像我们之前前面几集 有谈到那个姓平的 讲那个佩吉男孩 那个 那个我们有放 我有放在YouTube上面 就有人会去用YouTube来听 YouTube的后台是可以看到 有人比倒战的 就是有人比赞跟比倒战 他才刚出来没多久 就有人比倒战 真的喔 真的 不是今天 昨天还今天 对 我在想说奇怪 你真的有听过吗 因为我们通常在讲 讲那个姓平 是在讲说 那个Elia Page 她是一个演员 她后来转变 从女性的 她出柜 变成是 从双性恋到 到同性恋 再到 转变成是男性的身体 的这个过程 还有在讲说 这个社会当中 对姓平的一种概念 那我想我们讲的 还算是我自己认为啦 蛮中立的 蛮中立的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人按倒战 所以这个也不得 不由得让我思考 是不是我们做 很多的事情 大家会因为不了解 就会有好多的 先入为主的关联 那我 我怎么会这么在意 那些先入为主 关联的人呢 我其实 这几年来 我慢慢比较不在意这个 但我不知道像 周木之心理师 你在出 从第一本书 到后面这几本 其实你的这个书名 都取得 很贴近 很写实 我都出的 让大家很想骂我 没有啦 开玩笑 就是像 比如说 过度努力 我一出的时候 就马上有人留言说 所以要叫人家 不要努力嘛 然后也有人写讯息 给我说 为什么你出每一本书 书名都要这么耸动 对 然后我 我觉得 不见得 每个拆头都是你出的吧 这个书名 没有 拆头全部都是我想的 全部都是我想的 可是我那时候 每次看到 每一本书名的时候 我都觉得真的有背上中了一件的感觉 就是 因为我也是 就是萨提的四个应对姿态里面 讨好心 所以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就其实蛮有感触的 我原本不觉得 我是有伤的人 或是我 我不觉得我小时候有被什么虐待啊 或是被遗弃 就是不觉得自己是有这样子的童年的 但是我是在看了墨资老师的这些书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就是包含像情绪勒索 然后羞辱创伤到 为什么我们会过度努力 都是这些都是伤痕 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 因为书名都是我想的嘛 然后我这人的确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有些出版社其实人很好 他们会告诉作者说 你可以写一下这个主题 做一些准备 我就是那种 出版社越叫我写什么 我就越不想写什么的那种 然后就可能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题目 我就说 嗯 我再看看 然后就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说 我想到一个主题 我觉得很棒 我们来写那个吧 然后他们就 对听起来是不错 好那你慢慢写 然后我就写我的 然后就写完之后就给他们看 然后就交出去 就是大概我的写书的状态 都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次这本亲密恐惧也是这样子 是 就我跟他们说 其实我在写修入创伤的时候 我就打算写这一本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要写这个所谓的 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局 就是CPTSD 就是他的亲密关系 跟实际上你日常生活应用 还是有些不一样 所以亲密关系这个 我要另外抓一块出来写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做这个打算 对 我看你从过去 从那个情绪勒索一路到 羞辱创伤过度努力 很多都在讲人际关系的嘛 那这一本书 亲密恐惧是特别把 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 人际之间的处理 去特别拿出来谈 这本跟过去的这个内容 有哪些你认为是 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我自己比较偏向是这样想说 就是刚刚我有在谈 我其实对于一个强势跟弱势互动 而这个弱势因为必须忽略自己的感受 以至于留下了一些创伤 然后这个创伤又怎么影响我们 让我们会出现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 这种很像方程式的东西 我一直都很有兴趣 所以我那时候从情绪勒索开始 关系黑洞它比较多 就是在讲关系的一个一个例子 可是从过度努力开始 我其实就企图想要去看清楚这个东西 所以在过度努力开始 我其实在讲 我们被某些东西追逐 使得我们会去过度努力 我用故事去谈 而我的第一步就是希望让大家 在平常一直在想怎么办的时候 先看这本书 先碰触到你的感觉 先能够给自己拍拍 先哭一场都不用想怎么办 今天好好苦 天哪 原来我真的很辛苦 然后先有感觉了 再说 那的确有感觉了之后 就会开始有很多 大家都是理智脑 每个人就会开始问说 老师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有感觉 然后呢 然后我就写了 羞辱创伤 就是试图去理解说 我们平常为了去逃避 或是为了让自己 不要再伤痛 再面临那样的伤痛 我们会努力有一套 我们自己的生存策略 比如说我今天觉得 以前被人家看不起 觉得很丢脸 我为了不想要再被觉得丢脸 我可能就有一些做法 比如说有些人的做法 就是被人家挑剔 觉得很丢脸 我的做法就是 你挑剔我之前 我先挑剔你 你说我不对 我就很大声 我就先说你不对 你才错 你全家都错 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没错 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因为这样子 我就可以不用去面对 我自己的羞愧感 我不用去面对 我觉得我不好 可是这的确也会造成 人际一个很大的困难 因为一旦你这样在工作上 很难去有一些调整 而使用这个策略的人 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很自动化 我有时候想停下来 就是有点像那个 命运好好玩 那一部片 就我想要停下来 可是我停不下来 他就已经有一次这样跑了 他就每一次遇到 那个情绪重现 就是那个 我过去很恐惧的状态 我觉得他又要出现了 我就很自然的 会直接采取这个生存策略 所以我羞辱虽然当中 其实花很多时间 在讲这个部分 那亲密恐惧 接着下来就是讲亲密关系 而这个亲密关系里面 我们的生存策略 更对我们在重要关系中 我们因为有一些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害怕 比如说我觉得 我在感情中 就是很有可能 好东西不会留在我身边 好东西就是会突然不见 即使现在看起来再好 都有可能会突然不见 你是说会有这种违纪意识 会有这种恐惧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被遗弃的恐惧 我觉得我随时随地 那个好人好东西 都会突然不见 所以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 有些人就是用站 我就是你要是让我觉得 你要不见我就先骂你 你对不起我 你怎么可以不见 是你都是你错 那那个我对以前 会这样对我的人的 那些愤怒跟的情绪 也有可能就发泄 在现在这个哭主身上 对不对 那有些人的方式就是 我觉得世界上所有人 都是不能控制的 我能控制的只有我自己 所以呢 在你丢掉我之前 我先丢掉你 每一个人都不这么重要 我自己是最重要的 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我的人生都是最重要的 其他人都只是点缀 这样子你随时要走 我都准备好了 我就是最安全的 没有人是可以依靠 这就是比较像逃的策略 那所以就是类似像这样 我们会用我们的策略 在就是这一些生存策略 它会让我们 再带进我们的亲密关系中 可是这些亲密关系 它会被这样使用 其实最终还是跟我们内在 真正的那一个恐惧有关 因为你如果不用 那个恐惧就只是为了 我们为了要避开 那个再痛 再痛一次 以前我曾经被遗弃 我觉得好痛 我现在很害怕再痛一次 所以我想尽办法 只要那个痛一要出现 我就想尽办法避开 就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 用很多生存策略 去避开这个东西 可是它会让我们 没有办法用真实的自己 跟真实的感受 去跟对方互动 那个亲密感就没办法累积 这也就是为什么 亲密恐惧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不管是在里面看起来 好像对亲密关系 抓得很紧的人 或是跑得很远的人 其实大家的困难 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其实都没有办法 真正理解对方是什么样子 跟我想要的亲密关系 是这样子 那我看到是从很多童年 我们被对待的方式去出发 就是像刚刚穆斯老师提到 就是我们会有这些 生存策略的 这些惯性的产生 是因为我们童年 可能有受过一些创伤 然后影响到我们现在 成人之后 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说 对我们心里带来的一些影响 那我记得在书里面 有提到蛮多 这个好像会造成我们很多 重复的爱情脚本 这个是怎么生成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说 就是童年的一些经验 为什么会特别讲童年 其实那个不只是父母的经验 也包含你可能跟同侪的关系的经验 为什么会讲童年 那个时候 这些人际关系的印象 会是最深刻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可以保护自己 跟我们的资源 其实相对比较少 所以那时候的痛苦也最为深刻 无力感最强 我觉得所有的恐惧 几乎都跟无力感和羞愧感有关 所以当我今天面对这个感觉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我那个很无力 很丢脸的感觉的时候 我想尽办法 想要避开 我就会开始使用一些生存策略 可是如果今天 我每一次跟人家谈恋爱 我在人家只要有一点点 没有那么重视我的时候 我就立刻觉得说 你看你就跟我的爸妈 或是跟谁一样 跟我以前的好朋友一样 你要遗弃我了 你怎么可以遗弃我 你这样遗弃我 真的太不对了 所以我就每次都用 很指责的方式 对方最后受不了 就会离开吧 离开之后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你看最后不会有人待在我身边 我都是会被遗弃的 大家都说什么很爱我 最后都会离开我 你们都是骗人的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重复的脚本 可是重复的脚本怎么来 跟我的生存策略 其实有很大关系 而且很有可能 我会选的人 说不一定都会跟我以前 让我失望的那个人 同类型的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说的不一定是完全 就是比如说 我说的不一定是完全一样 就比如说 我很需要别人陪 然后呢 我认为陪的这个时间很重要 可是我以前的爸妈 就是工作很忙 他们没有时间陪我 于是我后来在挑对象的时候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挑到一个 可以陪我的对象 可是我很容易又被那种 工作上很上进的人给吸引 我觉得这样子人真的太棒了 可是我进去这个关系之后 我发现他常常没有时间陪我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你看我永远都得不到 我想要的东西 对方永远都不会 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他永远都只注意他自己的事情 永远我对他都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比较接近 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爱 就是他永远都觉得他最重要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 让他很重视我 很在乎我 那有些人就说 不是啊 他之前那么有上进行 工作就是很重要 你就是有个小三 小三就叫工作 那你就是一开始 就要跟这个人PK嘛 可是你偏偏又被这个东西给吸引 然后你却又不能接受 他花很多时间 你的那就代表你的过去的经验 可能是你一直都很企图 希望你的爸妈那个时候可以放下工作 好好的陪伴你 可这件事情你一直都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你不停重复的想要找类似的人 去解决你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恐惧如果在这段感情当中 没有去处理的话 这个也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就在下一段关系来的时候 也会一直重复在放大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因为上段关系如果没有成功的处理 他就会有新的创伤 新的创伤又会让你带着新的创伤 跟旧的创伤又进入了你的新的关系里面 最麻烦的地方我觉得会变成是 你会觉得你的选择越来越少 你的行动越来越受限 然后你到最后就会觉得 做这样也不对 做那样也不对 然后你到最后会对自己跟对感情 对他人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信任 对自己你也充满了不信任 我觉得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我觉得心理学有趣的地方在于 很多时候你在不经意当中就被影响了 像刚刚穆姿老师提到说 过去家庭的影响 那我就想到 好比我们以前打个比方 那个妈妈如果说 假设妈妈过去有一段不好的经验 她是跟一个 好比说脸上有一颗痣的男人交往过 然后被伤害过 她就会把这段经验呢 pass到她的下一代 会告诉她的女儿说 你要小心那种脸上有痣的男人 都是不可靠的 那女儿不管你是听还是不听 通常在这当中都会无形当中被影响 所以你每次看到有痣的男人 你要不就是我想来突破一下妈妈的 就是要看你跟妈妈的关系 就是我是不是想要来突破一下 跟有痣的男人交往一下 要不呢就是听妈妈的话 我最好远离这一类的男人 但不管怎样你都是被影响的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会 这种无意识的影响 我觉得这本书或是羞辱创伤 还有过度努力 他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让大家开始有意识 有意识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可以选择 我就举 我自己有举个例说 我自己在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稳定 就是她是那种很脚踏实地的人 然后我爸爸就是他的 被说他的才华跟我非常像 然后他就是那种 就是很波西米亚人 就是这一种 对 然后就是 就是飘沛 然后很帅 然后很会讲话 但是就是 就是好像很容易就可以赚钱 但是又留不住钱这一种 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 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太不可靠了 我一定要找像我妈妈这样的人 所以我找了我先生之后 我一直觉得 我常常会在我先生身上 投射很多我妈妈的影子 我就觉得他某些部分跟我妈妈一样很龟毛啊 有点洁癖啊 然后很多事情就是很叮金啊 很仔细啊 我就觉得跟我妈妈很像 但后来有一次我在上某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主持人跟我聊天 然后聊到就是 因为我先生跟我一样是同个乐团的 他是鼓手 那他跟我一样有另外一个阵子 然后他也会就是写歌啊 然后写歌词啊 然后他也很会写东西 文笔也很好 然后他会吉他会鼓 然后很会做模型 他会很多才华 然后突然主持人就冒出一句说 其实你先生跟你爸爸也很像啊 也是多才多艺的人 我听到的时候 我记得这是去年的访谈 我记得我这是一语惊醒我梦中人 那我回去马上就是自己自我爬梳了一下 我就发现原来我内在有一个渴望是 我当然认为就是像我妈妈那样子的人 我才可以稳定的跟他交往得到安全感 他不会离开我 可是我内心最大的渴望是 有没有可能像我爸爸那样的人 他可以留在我身边 我的人生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你说到这一段 我姐起鸡皮疙瘩 因为我猜你 上次因为你去上那个 就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 我看完整场 其实我也我也很多的触动 因为你讲到跟你爸爸之间的关系 在亲密关系里头 其实不经意当中 是不是就会被这些所影响 其实我好像在找一个爸爸对我的认可 真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承认很久 我真的是从我爸爸离开我之后 就是他过世之后 我才慢慢的开始去 去正眼看这一些议题 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是没有办法承认他对我的影响 因为我会觉得那样我就输了 就是你已经抛弃我了 而我还承认你对我是有影响力的 那不就代表我输了吗 但我后来花了很多时间 慢慢的去 一层一层的去看自己的很多部分 我才发现 那时候我的分析师跟我说了一句话 叫做看不见的 有时候影响更深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你想象出来 跟你只能摸索 然后你有一些你的标准 你的理想法 那些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确认 然后我就觉得 你在说什么 看不见的才不会影响我呢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 我那时候也是跟我的分析师拉扯 这个议题拉扯了好几年 然后后来我到了某个时间点 我自己回头看这些东西 我才发现 原来我真心的去承认这个影响 我才有办法在这一个影响中 有空间做出新的选择 这个就是你刚刚说写书的其中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大家变成有意识的 对 过去是无意识的被影响 现在是我知道我被影响 那在每个当下 我就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不一样的选择 没错 这个才是我觉得你在书里面要提到的一个概念 是是是 没错 这是我的目的 那我刚才听慕兹老师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就是也听到你蛮多 自己的故事 然后包含自己的伤 对 那我看到老师出了书的时候 也会有个感觉就是 好像慕兹老师想要去帮大家打开 这些被绷带包了很久的伤口 好像一直鼓励我们要去看见这些 我们才能可能更了解自己是怎么过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自己 以及我未来要怎么去 不管是生活啊 还是说在职场 或是说在亲密关系当中 我们才有办法去回应 甚至回应自己也不好 回应别人 我很好奇是 慕兹老师自己是 我感觉的啦 就是好像有一个使命感 然后鼓励我们去 勇于触碰我们自己的伤口 去打开啦 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与其说是伤口 虽然我真的是写创伤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创伤 最容易让我们做出 Y7扭8不合理的行为 因为我们怕痛嘛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 带常识的行为 可是我们出现带常识的行为 可能会对我们伤害更深 其实就有点像是 我们去找那个重训的时候 教练就说你怕痛 你就会做出很奇怪的动作 就更伤你的身体 有点像是这样 所以与其说 我在乎的是创伤 倒不如我在乎的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自己不要再累积更多伤 然后这个累积了 这个不要再累积更多伤的方式 其实不是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而是你只要了解你自己 就是他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 就是说就是有点像我前阵子啊 就是因为对我的身体产生很大的 就是开始比较 就是这几年我比较有在注意我身体 我以前其实不太管 然后我那天就就是买了一个那个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 那个有一个那个测血糖 就是连续连续14天可以一直监测血糖 就一个小小的圆圆的东西 然后卡上去 他就可以就是连接你的app 他就可以随时随地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血糖变化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开始留意我的身体吃什么东西 它会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包含我身体实际上的感觉 跟这个数值上告诉我的事情 我就发现 其实我有些东西 别人觉得很敏感 或血糖会升很高的 我不会 但是有些别人觉得不会升很高 我升超高 然后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然后某些吃东西的习惯 我怎么吃会比较 血糖不会升那么高 然后运动的时候 人家说 运动的时候 什么血糖会怎么降 我是那种会突然狂降血糖 所以我就知道 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办法不吃早餐 就去重训 因为我血糖会太低 我就会快昏倒这样 然后你就发现 你更了解你的身体 然后你就发现 原来你才是你自己的老师 就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别人告诉你的一些基本原则 可能是放出四海皆准的基本款 可是你有一些很细致的东西 是你才可以为你自己理解跟调整 而我认为情绪跟感受也是这样 就说我觉得每一次 当我今天发现这件事情 对我有影响 然后那个影响是什么 然后我没有任何的评价 也没有任何的批评 我就是知道说 原来我遇到这个状态 我会生气 为什么呢 我的好奇不是 怎么这样子你就生气 怎么那么不耐烦 不是 为什么这样我就会生气 好奇怪 是怎么了 它的什么部分让我生气 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 不关我的事 我也会反应这么激烈呢 我为什么会对于一个网路上的 一个什么事情 反应这么激烈呢 为什么人家留言不同意我 我就会情绪很波动呢 那又为什么有些 有些留言不同意我 我就说好 我刚好之类 我可能就觉得OK啊 我不在乎 就是那个差别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经由这一次一次 别人有别人的回应中 去更理解 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礼物 对那个礼物就是 你的情绪再也不会 只受外界的干扰 你的情绪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就是你全部都会知道 这当然不可能全部 但是你几乎大部分都会知道 我遇到这个事情 情绪会怎么样 我遇到那个事情 情绪会怎么样 我会很快速的知道 这件事情让我情绪这样是为什么 然后你还是会有情绪 可是你表现出来的样子 全部就会是在一个 就是你可以选择的范围里 我会觉得那是一件 很舒服的事情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状态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 过度控制狂 可是我就觉得 好像自己是陪自己 活一辈子的人 可以理解自己是一件 很幸福的状态 所以老师在这本书里面 也有让我们辨识 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 有什么样的恐惧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我自己做完的时候 我刚好有个疑问 想要请教老师 就是有分成六种亲密恐惧 然后我在做完 那个题目的确认的时候 我发现我好像每个恐惧 大概只有一个 是没有分数的 其他都蛮平均的 很正常哦 因为我刚好很想问说 那这样子我如果想要去 更深层去了解自己 或是探索自己的亲密恐惧 在哪一个部分 想要去疗愈这一块的话 我要先从哪一个做起 先去处理哪一个恐惧呢 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 先去看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最容易让你出现压力下 自动化的生存策略是什么 那我就讨好心 所以有一个是 不得不顺从的恐惧 所以那就代表你最需要去 先去思考的一个部分 就是是不是很害怕 别人的情绪很容易会伤害你 因为讨好这件事情 讨好他其实也是一个生存策略 对 所以讨好这个生存策略 他有可能会 我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很害怕 对方会遗弃我 所以我才去讨好他 所以他作为一个生存策略 他这样被使用 也有可能是我很害怕 别人发现我不够好 所以我先都把别人按来好了 别人就不会发现 我想藏起来的东西 这也是讨好有可能会做的事情 也有可能 可是所谓的就是最 最后第四个会讲说 不得不顺从的恐惧 他的这个恐惧本身存在 最重要的意义 不是我为了要从你这边得到东西 而是我为了不从你这边 得到多的东西 就是我只希望你不要伤害我 我只要可以把你按来好 你就不会伤害我了 我就放心了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上 对于台湾的很多女性 因为在那个失去自我的恐惧 很多是男性 就是男性就可以理解 失去自我的恐惧 我被控制到一个几度之后 到我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都不要这个人 任何人可以控制我 可是在台湾有很多女性 她为了要保有自我 她用的方法其实是顺从 就是我把你按来好之后 我就会有一个空间 不会有人来干涉我 因为你就你就不会来吵我了 例如说我都准时 什么时候会回去打电话给我爸妈 他们就不会烦我其他事情 所以这个顺从 它可以让我交换到我的自我 所以这个顺从 更多其实不是在 我希望你们可以爱我 更多其实是在 我希望把你们的情绪 照顾好之后 你们就 就是等于是有限把你关在 就是放在某个范围里面 你们就不会来伤害我 所以不要被伤害的那个感觉 其实稍微强烈 那会不会有困惑是 那我都要去照顾别人 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去满足 所有人的期待 那就会好像 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啊 然后不容易表达 是 可是你刚刚讲的 我觉得我需要去满足 别人的期待 所以我要讨好 它说不定比较接近 就是我 就是我很怕自己不够好的 那个部分 自我价值的问题 与其说自我价值 它可能更接近于标准的部分 我认为 我必须做到别人的标准 我认为 我必须做到别人的期待 我做到别人的期待 跟标准这件事情 对我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讨好 可能更接近这个部分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愿意把这一个 自我认同的能力 跟标准 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就像刚刚 我们跟崇一老师在聊的 就是我要怎么决定 我明明觉得 我聊的这个主题 我很中立 可是总还是会有人 来比到赞 就先别不说什么 我都有那种黑粉 就是它光我出现 连我的笑声 它都能批评 听到你的笑声 我就想转台 我就好啊 你就转台 何苦还要留言 特别通知我 你还回应它 没有我心里想 我是想说 就是你就转台 何必特别通知我 我也没特别想知道这件事 然后反而就很好玩 同一件事情 就有一些 我的读者就会说 听到老师的笑声 好疗愈 我真的觉得老师 发自内心在笑 所以你就会发现 那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那问题来了 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的标准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想要讨好所有的人 还是我想要去做到一些 去谈论一些 这个社会 目前没有人谈论到的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谈出来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不能 抱持着很侥幸的心理 就是我既要写这个 我又要大家都接受跟喜欢 我就要心里准备好 我就是在泡火第一排来吧 来打吧 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 我觉得那一个自我觉察 清楚自己的标准 然后了解背后的代价 然后了解这个 现实的后果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建立自我标准 也就是建立自我认同 成为一个大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事情 所以透过这本书 就是虽然是在讲亲密关系 但是其实是回过头来 去检视我们自己 然后去更了解我们自己 去探索自己的这个内在 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些方法跟步骤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回过头来去 现在很喜欢讲的 就是疗愈内在小孩 疗愈自己 是类似像这样子 其实蛮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我在写创造的东西 然后可是我的东西 这个是我自己的智商架构 然后我当然有受到一些 就是后现代的一些 智商理论的训练 我记得你是跟那个 对曹中卫老师有学习 对对对 但是我也是东学一些 西学一些 然后我就发展出 我自己的智商架构 那我有一个朋友 读了 心理师朋友 读了这本书 就说你这个是好完整 在讲疗愈内在小孩的部分 然后我说 哦 原来如此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有点像是 你要跟你内在的 那个自己当好朋友 你只有跟他开始关系变好 你跟外面的关系 才有机会变好 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 就是从事智商工作 用在我自己身上 非常大的感触 像我们提到很多 跟这个关系之间的 这些问题啊 很多都是源自于 小的时候 我们被这样子教育 或者是培养嘛 所以我看你在书里面 也大量的提到 童年的这些经验 影响着我们 包含 你也提到那个 依附理论嘛 依附理论是 四种不一样的 这种义部类型 那这个 跟爸爸妈妈 是不是所有 童年时期 跟爸爸妈妈 关系不好的 都必然会影响到 他长大时候的 亲密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那个关系不好 然后我们怎么解释 然后我们怎么应用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最终 还是会回到一个部分 就是你的生存策略 本身是否如此的僵化 就比如说 假设你今天 就是很害怕被犯错 很害怕有人说你不好 所以当今天你的伴侣 跟你说 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的伴侣跟你说 我真的觉得你下次 如果要提一些意的话 你可以早点讲 可是伴侣其实也没生气 他其实只想告诉你说 这样子会比较好 现在这样也没关系 但是他会觉得那样比较好 然后你的反应可能就是 好啊 那我以后都不要讲了 那这个东西 就会变成是你的生存策略 就是我要用某方面的战 让你觉得你做错事了 就是我今天用这个指责 这其实就是一种指责嘛 我让你觉得 你今天说我错 是你的不对 可是你是一个 不能接受错误的人吗 不是啊 其实你可能平常日程生活 在工作上 在其他事情上 别人说你做错什么事情 你反应其实不会那么大 可是唯有你的伴侣 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父母这样做的时候 你反应特别大 那你就要去思考 为什么这件事情 我会做出跟我平常 不要的选择 我觉得这些东西了解 然后我了解之后 我才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这些事情 他对我的影响 是在我没有想象到的时候 但有些人他真的是 他以前被父母挑剔到不行 他现在还是很健康啊 像我小时候就是 我小时候我妈其实揍 我揍很惨 我是属于被体罚长大的小孩 因为我妈说我非常厉害 就是我被他揍完之后 我就会哭哭啼啼的说 妈妈我跟你说 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不会跟他有隔夜仇 可是我觉得 那有一个很大原因是 就我那个时候的理解 我认为我妈妈 她想要打我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她在发泄她的情绪 是因为她要教养我 她想要让我记得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我那时候的解释是这样 但是以我事后 现在这个年纪去看 我会不会觉得 那个时候我还是很辛苦 我觉得她其实可以 不用用这个方式 我也可以懂 可是我也可以了解 她的困难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 我被打 我还是很心疼的 可是我并没有去 就是解释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不好或我错 所以我对她 没有太大的愤怒 但这个就是我的个性 跟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所以每一个人 对这一个事情的理解 跟个性它会怎么去影响 她的一些决定 其实还是不一样 可是你说 对我有没有一些影响 有啊 我觉得我现在出现那种 比较大声的声音 我其实是会吓一跳的 就是当然很多人 都会说吓一跳 可是我说 我是会有一点阴影的 因为我小时候 其实是被提罚过的 那这些东西 它的确就是会在一些无形中 就是对我产生一些影响 其实你说到这个 我也有啊 像那个 我太太很长时候 就跟我说 她只要跟我提一些建议 我第一个当下的反应 大概都是 都会是抗拒 然后都会是 想要跟她反驳 然后都会告诉她说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为什么会那样做 那我会联想到 其实在我原生家庭 小的时候 好像是 比较 常常被指责 被骂被打 然后都觉得 我是不被认同的 是 所以我在第一时间 我都要尽量的 为自己捍卫 然后都要告诉对方 我没有这样 我不是你想的这样 没错 这个跟小的时候 这个家庭里头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 所以我在 爸爸在讲话的时候 通常他要指责 我就会第一时间 要反驳他 要保护自己 要保护自己 然后我哥哥 要打我的时候 我也要抗拒 对 所以就第一时间 就要反驳 养成了 这样爆料好吗 没事 我们兄弟之间 常爆料 老师常说 对 没问题 然后我就说 跟这个 以前我都常说嘛 我哥哥小的时候 打我打得很凶 所以这也造成的是 我有一种 遇到刺激来的时候 通常我会很 很快的就要想要 捍卫自己 那这几年 因为学习的关系 比较多一点觉察 看见我自己 原来是 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我一旦有发现以后 我就可以开始 在那个当下 多去看一下 我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是 可以让自己 比较 把生命的主导权 拿回来 没错 我觉得这就是 聪颖老师分享这一段 真的好重要 因为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 究竟是因为 我自己在我自己体里 还是也有可能 对方也有一些 做法 他的讲法 特别容易让你 会有勾起你的这个反应 就是我书里面讲 情绪重现 比如说我先生 他就说 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所以他很容易会 挑剔我一些事情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表演完之后 他开始总检讨 然后一直检讨我 然后明明我觉得表演得很好 然后他就开始说 我觉得你哪里可以再好一点 哪里再好一点 然后每次听到那个东西 我就很不耐烦 我也会 对啊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可是不对 因为我的个性 其实不是一个 我其实蛮能接受 别人告诉我 哪里可以调整的人 可是我总是觉得 他这样让我觉得很烦 为什么 对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 因为他没有肯定我 然后还有他的说法 会让我觉得 他在挑剔我 然后我是一个 非常讨厌别人挑剔我的人 然后所以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 你那样讲的方式 会让我觉得 好像我全部都是不好的 我不晓得我有好的地方 你还能够这么平心 进气的跟他讨论 就是因为我有思考 因为我就研究 到底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就是一个 不能接受错误的人 还是其实他讲话 也是蛮有问题 想一想 我觉得他讲话问题 比较大 就有区别 如果我是这样子 来给你检讨的话 你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但亲密关系里头 他如果这样检讨你 你可能会抗拒一下他 应该是说 一般人 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 跟我检讨 我想说我长这么大 没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我妈也不会这样跟我讲话 我妈她虽然会揍我 但是她不会 她总是 她的开头都是 你不好吗 你很棒啊 你很聪明啊 你哪里做不到 对我也觉得我很棒 然后所以 这我很少遇到有人 会这样子一直挑我毛病 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后来也懂 这个是她的个性 并不是针对我 她并不是要找我麻烦 因为她对她自己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会提醒她说 你如果要告诉我 哪里要调整 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 你觉得我做的好的地方 然后但是她就说 这真的 我觉得所以你这样子 那我以后都不要讲了 然后我以前就会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就会说 好啊 那如果你这样决定 不要讲 我也是觉得很好 因为我说你那样子 会让我反而很难吸收 那反而让我们关系 变得很降化 所以如果你可以先说 我觉得今天你 哪里很好 不过如果你那个地方 怎么样 只好你口气变坏了 我觉得你甚至 不用称赞我 你只要说 我觉得你今天那个地方 你有没有考虑怎么调整一下 你只好这样讲 我就可以 然后我先生就不讲话 后来他慢慢的 有一点点调整 大概十次有两次吧 不过我还是 我还是蛮正向的 我觉得有调整 我们就可以往正向的方面 去思考 对 人一辈子都在寻求认同 我认为像那个 之前我看那个什么 有一个卡通动画 叫Pinocchio 就是Pinocchio 你看Pinocchio也是 因为他的那个木匠的爸爸 是因为孩子死掉了 才造了这个Pinocchio Pinocchio的爸爸是说 你怎么不会 你怎么不像我那个 之前的那个儿子这样 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寻求 爸爸的这个认同 那我觉得穆斯老师 好像从伴侣关系 回去看他的原生家庭 似乎也是这样 那我自己看 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 希望就是得到 一个人的认同 那有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问说 亲密关系里面有争执 我们很容易会 现在那个当下就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会说这种话 去怪罪对方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退一步去看 当他说那个话的时候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怎么养成 他现在这个应对的 或者是你说的 求生存的这种策略的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看得懂 大概你就可以更好的去 处理掉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 一些问题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 然后我也蛮同意 就是说 我们回过头来知道 我自己不舒服的地方 我才有办法去告诉他说 你这个策略 怎么造成我的不舒服 那这两个都有看 我去了解说 那我对这个人的了解 我怎么跟他沟通 其实就跟我们 在跟 要去跟主管 跟我们的下属沟通一样 我怎么沟通可以成功 然后他听了 我们也不会起冲突的沟通 就是有可能气氛会不好 气氛不好 跟起冲突不一样 就是他听得懂 你说得清楚 那这个东西 也会对两边 有一个正向的东西 就是我们沟通 不一定要起冲突 可能不舒服 可是这个不舒服 我们都可以忍耐 所以我不用因为 害怕你的情绪决定不讲 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在练习 因为我有时候 的确也会因为 很怕 我要不就是 要站就站 要不就是 算了啦 就不讲 我现在的确就在练习 就是我知道 会让你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可以表达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 能不能先接纳自己 是有关的 真的真的 我觉得接纳自己的需求 很重要 然后而不是觉得说 今天这个需求 好像也还好啦 小事吧 然后这个东西 就很容易就会过去 对 那但是我们 在接纳自己的时候 我自己有个感觉 就是现在也是在 学习的路上 然后我常常会有个感觉是 我会头脑告诉自己说 我接纳自己 可是就 再去仔细 再去感受一下说 发现心里 其实好像 没有能够完全 还是会有个过不去的感 没有 我觉得比较多的情况是 为什么每次都是要我接纳 为什么他都不能接纳 也有啦 对 为什么又是我要接纳 其实蛮好玩的地方 是我觉得当我接纳的时候 对方接不接纳 对我的影响就不大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像我自己 以前我很 我讲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就是我以前 因为我先生 就是是那种 就是很盯金的人 我就是那种 打开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会掉一两个在外面 然后像我有在喝咖啡 所以我开咖啡豆倒进去 就会有一两颗在外面 然后我先生每次看到 他就会非常生气 而且我就会看不到 不行 他就会说 他就会说 为什么你看到 不能把它剪起来 然后我以前就会很凶 我说就是没看到啊 要是有看到 我怎么会不剪起来 然后两个就会吵起来 我先问一下 你的星座是什么 我是狮子座 狮子座 这个反应跟我好像 我也是 就是大家生气的反应 然后后来我慢慢的理解到 他就是一个比较盯金的人 那我的确就是一个 比较不盯金的人 那我就想啊 是不是他每次这样说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丢脸 因为我妈妈也是 常常会这样讲我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不好 然后后来就觉得 可是他没有要让我不好的意思 他只是想告诉我 这样会比较好 那我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 所以他提醒我的时候 至少我可不可以就去做这件事 所以后来就有一次他又念我 他说 为什么就是有两颗咖啡豆在那边 然后我就淡淡的说 因为他有不羁的灵魂 没有啦 我捡起来 我捡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我就赶快把他捡起来 然后我先生就说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装可爱就没事 我说没有 我就真的没有发现他 然后我们就没有冲突了 然后反而很好玩的是 我反应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先生反而对于我这种偶尔就是会小出包的这个事情 他的接受度反而变大了 他反而现在因为像我书很乱 他就是会忍了一个月之后 就默默的走到我的书桌旁边 看着这个书桌 然后说书也写完了一个月 你有没有打算稍微整理一下呢 我就很认真说 我真的有整理 然后我先生说 那你可能要再努力一点 然后就会再走掉 这在他以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那对我们两边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很正向 所以我觉得最终会回到说 你能不能接受你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然后如果你有很多标准的话 你真心就不一定能够觉得 自己跟那个标准不一样的时候是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很需要 不停不停的去自我对话 那这样子的路程要走多久呢 我必须承设说 我就是开始念智商 开始做这件事 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稍微比较可以自我接纳一点 也就已经从一百年念智商 民国一百年到现在 你算一算啊 十几年 那有些大事情我觉得还是不容易哦 比如说有些我自己蛮基本的议题 比如说我认为我的专业度够不够啊 或是我自己觉得我有些事情够不够努力啊 我那个羞愧感一上来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自我怀疑的部分还是会有 只是现在内耗的时间的确会比以前短很多 但所以这个就是要不停的练习 我觉得也要跟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件概念 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我们有觉知有觉察 然后念了很多心理书以后 这个我们的婚姻就一定不会离婚了 或者是说不会分手 很多的这个大的知名的心理学家也都是离婚的 最主要就是离婚不是不好啊 因为你有觉察之后突然发现这个婚姻根本不适合你 大家不要苦苦 就是以后还是可以当朋友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是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怕 我们也是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没有绝对对跟错嘛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那你就又陷入到过去的那种二人对立的观点 所以像心理师一定都很知道 如果有人来做伴侣婚姻諮商的话 通常心理师也不会有一个既定的观点 说你们一定要在一起 或者是说一定要分开 对啊对啊 这是真的 就是就是最后的决定权永远都是在个人 只有个人才会最清楚自己想要的选择是什么 真的没有正确答案 是 我看你在书里面有六个亲密恐惧的这种类型 这个六个是你你自己归纳的是不是 对我自己归纳的 所以我写这本书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归纳这些 对对对 然后还有把这些东西归纳出来之后 因为它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因为这六种恐惧就像说 因为大家都有生存策略 就像你说的 讨好几乎不管哪一个恐惧的人都很容易用讨好 是 所以你会很容易混淆 就会觉得那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种恐惧 对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明就很清楚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虽然使用同样的策略 可是促使我去使用那个策略的理由 那个恐惧的原因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也很有趣的是 这本书里面放了很大的一个篇幅 是用一个电影 对 来去做这个剖析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会听那个穆斯老师的Podcast 我真的很喜欢听那个灵魂脚本的分析 对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本身也是哈利波特 所以我在听到那个哈利波特系列 尤其是史内普那集讲到 那个他对莉莉就是哈利波特的妈妈的那个爱的时候 那时有听两遍两遍都哭 真的 我自己在讲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快要哭了 我都觉得要hold住 要hold住 对我就没有想到 他其实也是一个这么有温度的人 是 对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 这部电影我其实很久以前也看过 可是我其实不太记得这个剧情是怎么样 但是在读的时候 那个回忆有回来 然后我觉得哇 好清晰哦 真的就是看到 他的童年经验 是怎么去造成他的这些 一再重复的爱情脚本 是不是觉得他很惨 对 真的好惨 就在回忆了一次这个剧情的时候 我觉得电影的编剧也太会写了 太会写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他是不是有心理学背景 因为他里面用的一些 他真的就是用生存策略的概念 去做他里面很多行动的解释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要做鬼脸 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要偷钱 就是那个他做的决定 很多人都会觉得 What 这个是不合理的决定 可是你用他的生存策略去思考 用他想避开的恐惧去思考 你就会觉得是对他来讲 是合理到不行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啊 这真的是 我觉得这就是 因为如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恐惧这件事情 有些人会说 我觉得我都没有恐惧 那很好啊 可是我觉得恐惧这件事情 最麻烦的地方 它是在压力底下才会出现 你在日常生活不会发现 你是在那个很大的压力底下 跟某些人某些人互动的时候 你才会出现那样子的行动 这也是我们在讲说 在刺激来的时候 你有压力的状态底下 Satia也是这样讲嘛 就是在有压力的时候 你才会有开始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这种生存的策略 是 那也符合这个木资老师在书里面提到的 几种不同的生存策略 是 那这个书 主要就是告诉这个读者们 是不是我能够看到我自己的恐惧的是什么 我的原生家庭 怎么带给我这些影响的 然后我自己是不是有一个 很好的自主的决定 能够走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困难 是的 其实期待就是 最主要就是我们终于可以用一些 不是只有为了找到安全感去决定关系 而是我可以真的是因为这是我想要的关系 因为这是我想要的互动 然后我可以鼓起勇气去做一些 使用选择 做一些方法 然后培养我的第二专长 我以前是用讨好 我现在有的时候 我也可以勇敢一点 我也可以站一下 我也可以说才不是我不对 是你口气不好 但是这个极端有点困难 如果你讨好习惯的 其实很难讲 因为像我就是站跟讨好 因为我里面有写站跟讨好其实是同个类型 然后那个桃跟姜是同个类型 所谓同个类型就是 站跟讨好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别人 把别人 就是不管我先说 先说你错 我就控制住你了嘛 然后先把你按来好 我就控制住你 控制 那那个桃跟姜都是我控制自己 姜就是我让自己没感觉嘛 桃就是我把自己控制的很好 我让你对我的影响力变很少 所以其实这两套 它其实就是分两派 然后只是不同的变形 所以我觉得的确就是讨好变成站 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嘛 就是他既站他又讨好 所以这个东西会很类似 其实很有可能 所以你来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的这个podcast 我觉得今天聊的就是很精彩 就是含金量非常的高 就是看到说我们这些亲密恐惧是怎么来的 然后如何影响着我们 那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书里面 其实木资老师也提供了蛮多的步骤跟方法 让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些反复的探索 跟自己去对话 然后可以在亲密关系当中可以去开启一个新的选择 是 对 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浮现一个绘本 就是男孩 岩鼠狐狸跟马 那个绘本 就是男孩有一天有问了一个 是我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然后好像是马回答他说 是为了去爱以及被爱 我就蛮喜欢这个对话 真的就是像这个亲密恐惧这本书里面 我们要去回到我们身上去看到我们想要的关系 并且是可以来疗愈自己的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书的封面 后面这边写到说 就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在关系里面去拥有爱跟幸福 那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值得在关系里幸福 是 很喜欢这句话也送给大家 嗯 慕子老师有没有要补充 其实我 我觉得就是Quinnie说的很好 然后我最后也想要回应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 刚刚崇玉老师有说嘛 就是那有些人就会觉得 为什么觉察都是我啊 接纳都是我啊 改变的都是我啊 那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什么都不会做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不管是我开始会去 用不同的方式跟对方说话 不管是我是不是 开始会肯定对方 我开始会告诉对方说 你做了什么我很喜欢 然后我开始会去做一些不同的选择 不是只是用责备跟指责等等 或用逃避的方式 这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爱里面 我们在做这些事 我在告诉对方说 你做了什么我很喜欢的时候 我其实是在告诉自己说 你现在在爱里面 我们不是讲给对方听 是讲给自己听的 然后我在抱怨对方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在讲给自己听 就是你看你选了一个这样的对象 你有多气啊 然后所以到最后 当我发现我可以决定 我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 我的目的是因为 我知道我今天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不是因为你怎么对待我 我不会因为你这样对待我 我就变成跟你一样 我可以选择 我今天因为我的人格 我的个人的特质 我决定我就是要成为这样对待你的人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就是对这个爱有承诺 而你怎么选择那是你的问题 但当你伤害了我 我可以离开 可是当你愿意跟我好好一起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会跟你一起努力 在爱里面拿回生命的主导权 永远都有办法为自己做决定 做选择 今天谢谢周慕芝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崇一老师 谢谢Queenie 好 从一开始说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剩下的下次再说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